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2月22日 组高美斯七项数据挂林坑惨红军 周三凌晨进行的一场欧冠联交点战中 利物浦在主场2比5被黄马大逆转 而本场比赛 利物浦中间组高美斯的表现堪称梦游 球队五个失球 竟然四个和他有直接关系 因为此前联赛两连胜中正选 此一高普选择继续信任祖高美斯 而不是老将祖尔玛迪普 事实证明 高普做了一个糟糕的决定 在红军取得梦幻开局两球领先后 祖高美斯领衔的后方开始不断送礼 云尼斯奥斯·祖利亚的首个进球 就在眼前的祖高美斯竟然莫能封堵对方的射门 任其自由抽射圆角 第二个进球中 也是祖高美斯的回传太短坑惨了门将 动作后造成的乌龙 终于忍无可忍的高普在第73分钟 用祖尔玛迪普换下祖高美斯 但红军早已经大势已去 根据赛后统计 祖高美斯此一零射门 零尝试过人 零关键传球 零传中 零抢断 零争顶 零封堵射门 并且六次丢失球权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